請揭牌 屏東縣長潘孟安 屏東市代理市長陳清水 立委周春米及多位來賓們 共同為屏東書院園區揭牌 歷時一年整修 如今屏東書院華麗變身 蛻變為不一樣的書箱空間 及一文展覽場地 讓參觀民眾大為驚豔 有現在跟古時候一起的東西 做結合我覺得都還不錯 蠻創新的 但剛剛保留下來的還是都有保留下來 屏東很難得有這種古色古香的建築物 然後很適合小朋友來 聽說之後會有市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鑑於1815年 1988年列為限定古蹟的屏東書院 修繕工程加入現代美學 使整體環境煥然一新 園區內瀑布階梯保留席日 限力游泳池階梯看台外 更設置清水設施 提供親子休憩場 及輕食區 還設置了K書中心 讓所有讀者都能在此優美安靜 光線充足的環境下 專心研讀 我覺得改建之後的使用就更大眾 就是不是那麼小眾 就是之前可能游泳池就縫那些小眾的民眾 但是現在K書中心就很多人都愛來 而且又人離我們恐怖子非常的近 然後就是那個倍率增加 對就是能趕快高中 孔廟以前給我的印象就是它很難進入 因為它四周都是很都是城牆為主 平常我們也不會有機會能夠進入到裡面 那現在因為它有一部分 從游泳池改建成開放式的空間 那反而會讓民眾能夠進來這個區域 不管是野餐啊 或是來這裡散步 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在這邊度過蠻悠閒的時光 潘茫安表示 屏東書院作為屏東淡黃區的淡黃 不僅成為串聯工藝公園及屏東公園的文化軸線 更成為周遭藝文 生活 修氣及親子共榮公園的中心點 園區內不僅提供民眾讀書的優美環境 同時培養志工 在東西廂房導覽解說建築歷史 包括修繕後的建築美學 風格及相關設施設備 讓大家來到屏東又多了一處修氣好去處 讓大家在生活修氣都會休閒以外 另外又增設了這個能夠再增加了幾個K書親子的地方 讓年輕人在這邊創業 那同時培養了更多的志工 在我們所有的書院裡面的東西兩個鄉房來做導覽 包括建築物美學的修復之後的一些雕梁畫棟 或是他的建築風格 藝後裡面的相關的設施呢 歡迎大家除了周一修館以外 其他的都是開放 皮諾書院開館時間為週二至週日八點至下午五點 縣府表示 未來將考慮夜間開放 亦接受機關 學校 團體等十人以上 五十人以內的非營利組織預約導覽 此外 未來皮諾書院將在特定節日辦理節慶活動 讓周邊文創產業進行交流 邀請民眾閒暇之餘 到皮諾書院走走逛逛 記者張如意 劉建榮採訪報導 記者 李宗盛